因應最近新冠疫情在鄰近地區情況嚴重 為減低病毒經入口郵件傳播的風險 郵電局在聽取衛生部門意見及參加國家郵政局對郵件消毒處理的指引後 於1月下旬開始以嚴格的消毒程序處理所有入口郵件 包括特快專递郵件、包括一般銀件 從海路、陸路或空運帝奧的郵件將會在各口岸進行第一次消毒 並在抵達郵電局後進行第二輪的郵袋外包裝消毒 在限至數十小時後再對所有郵件進行第三輪消毒 完成所有消毒程序後方會進行後續的派件工作 整個流程約70小時 此外郵電局也遵照衛生局的指引 要求相關工作人員每七日接受一次核酸檢測 執行郵件派遞工作時亦要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 郵電局再次呼籲及提醒市民 提取境外或高風險地區的郵件或物品時 需正確配戴口罩及一次性手套 拆件時盡量在戶外進行 如需拿回家中 可以用含綠消毒劑或75%酒精 對內外包裝進行全面消毒 當處理完成後記得要消毒及清洗雙手